另外来关心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疫情后首度海外访问 是到乌兹别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 也跟俄罗斯的总统普京会面 在国际争议的乌俄战争和台海议题上 展现了相互力挺一致对外的友好情 这也是习近平和普京在乌俄战争之后首次碰面 针对大陆没有大动作军事支援 俄罗斯以盟友姿态强调理解对方的立场 普京也谴责美国在台海挑衅坚称 俄罗斯也支持一个中国政策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 全新YouTube频道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小铃铛